我国举重选手陈伟林,颅应旗帝补2008,北京奥运女子举重48公斤及金银牌,但持未领到奖牌与国光奖金,联合报系资料照,分享。 有关我国举重选手陈伟林,颅应旗帝补2008,北京奥运女子举重48公斤及金银牌,中华奥会迄今为办理颁发仪式及申请国光体育奖章及奖助学金不发仪式,体育署今天发出声明回应,今天体育署查查后发函中华奥会英语改善,以上镜照顾优秀运动选手之责。 原北京奥运金牌大陆女将陈谢霞汉银牌土耳其好手奥兹康Z.Belazen,应要检卫过,奖牌遭取消。 陈伟林成为继续赎金之后,台湾第二位递补金牌的选手,根据当年的国光奖章制度,陈伟林可获得1200万元奖金,扣除原本衣领的500万,国光奖章要补足700万的差额, 但至今奖牌及差额的奖金都未拿到。 体育署表示,金茶中华奥会确实于106年7月收到国际奥会, ILC含送无应其选手地步一排奖牌奖状及徽章, 及10月收到陈伟林选手地步金牌奖牌及徽章的公文, 迄今近于半年,却未依国际奥会来韩所事, 举行公开颁奖仪式,及向体育署申请国光体育奖章及奖助学金颁发办法之选手奖金, 为维护选手续奖权益,表扬选手为国争光之殊荣。 体育署及于今天谈文中华奥会, 因本于全则谨速办理公开颁奖仪式, 并依程序速提文件送体育署审议和博。 最后体育署表示,体育改革课正进行中, 真是每一位运动选手的努力与付出, 是全民的盼望,更是体育署努力的目标, 请大家共同努力为我国选手打造一个更完善的运动发展环境。